我们周一在节目中讲到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已经大比分的通过了同性婚姻法 就等着总统签字了 就在昨天礼拜二这个法案已经被递到了拜登的桌上 并且被签署通过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向立法和平台小时不只出版ienced 不为了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向立法创建立立的地方 互相议尔莲地称 互相议尔莲地区 和爱怡能区云 许俑亚压 本诶吉他地区 互相议尔莲情 这回这个法案 他签的可真够快的 一般来讲 一个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之后 通常都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被总统签字 但是现在这个议题是左派急切推动的 他们就是迫不及待的 要快速让这个法案落地 于是一切的进度都被提诉了 那么在这一次签字的典礼上面 不光是政治人物到场了 为了符合主题 表现出多么重视LGBTQ 拜登还特别邀请了变装皇后 来参加这一次的法案签字仪式 那如果有的朋友还不知道 变装皇后是什么呢 在这稍微解释一下 变装皇后就是男人 化着非常夸张的妆 穿着很暴露 脚上呢踩着巨高无比的高跟鞋 那他们工作内容呢 基本上就是像酒吧里工作的那种工作啊 就跳舞啊唱歌啊之类的 那这些人群通常会出没的场所是 酒吧夜店和图书馆 哎对 就是差别这么大的地方 你可能会问说 他们去图书馆干嘛呀 现在呢有很多的图书馆会组织活动 叫做Drag Queen Story Hour 就是去图书馆里面呢 让这些变装皇后给小孩子们讲故事 从小就开始洗脑 那么在这一次被邀请到白宫的上百个变装皇后里面呢 有一个人在这个圈子里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激进分子 她的名字叫做Marty G. Cumming 她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积极参与并且组织LGBTQ街头抗议游行的人 并且呢她做变装皇后也不仅仅只是为成人提供娱乐而已 同时她也为很多小孩表演 甚至最小的只有两岁 那这样的后果就是这样不正常的癖好 不仅仅限制于成年人 而是让这些小孩从小就接触这样的人物 给他们造成一个印象 就是哎这样是正常的 就像世界上有男人有女人一样 一个男人打扮成这样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那么她更是有一段黑历史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 她发了一个推特 说孩子们都出去唱歌和 这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翻译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要用嘴讲出来 所以她发完这条推特之后呢 很快就删除了 那白宫呢 这一次就是邀请了这样的变态 来参与法案签字的仪式 而且呢 还有很多家长 自愿送自己的小孩去给这样的人洗脑呢 那下面呢 就有一个视频 就是这位Marty Cumming 在为孩子们表演了之后 在活动的最后 她就问小孩说 你们长大了 都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这里是孩子的回答 我想要当变装皇后 小孩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并不难理解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变装皇后就像明星一样啊 可以上台表演 台下还有观众给鼓掌 这个是一个既能出名 还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职业 那这为什么不能做呢 于是这样的职业就在小孩的心目中 成为了成功人士的代表 那其他的孩子也有回答这样的问题 其他的孩子回答完 他们想要做的职业之后呢 都没有得到全场这样的反应 反而是这个孩子说完了之后 家长们大声的笑 变装皇后大声的笑 无疑就会让所有的孩子认为说 啊 做变装皇后 这个答案才是这个问题 应该有的最正确的答案 而且是大家公认的 最光荣的职业和人生目标 那么除了变装皇后之外 在这一次的签字仪式上面呢 白宫还邀请到了歌手演唱助阵 那这些歌手呢 想一想 当然也都不会是普通人 他们邀请到的是 英国的非二元歌手Sam Smith 还有美国的歌手Cindy Lauper 那这位美国歌手Cindy Lauper呢 她也是非常多年工作在LGBTQ的领域啊 而且她是一直坚持这个 一定要政府通过同性婚姻啊 而且她也是LGBTQ一个非常忠实的支持者 那白宫呢 捧这样的人捧到什么程度 甚至这位美国歌手Cindy Lauper 还被邀请上了昨天的白宫简报 而且她在白宫简报上面还发言了 I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to President Biden Speaker Pelosi Vice President Harris And all the advocates and his team For once Our families Mine and a lot of my friends And people you know Sometimes your neighbors We can rest Easy tonight Because our families Are validated And because now We're allowed to love Who we love Which sounds odd to say But Americans can now love Who we love And Bless Joe Biden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worked on this For allowing people Not to worry And their children Not to worry About their future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supportive And hey I will Sing out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要忧虑 不要忧愁 听她说完之后呢 我脑袋里就自动的开始 想起了一首歌 叫不要为明天忧虑 圣经里呢 是非常正面 并且非常有意义的信息 告诉我们说 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天上的飞鸟 野地里的百合花 神都看顾 更何况是我们呢 慈爱的天父 每一天都看顾我们 那相比之下呢 Sindy Lauper的忧虑 是既愚蠢又邪恶 她在这里说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所有美国人 跟美国小孩 从此都可以自由地当gay 这还不够我们忧虑的吗